这本小说被我放在书柜上五年了 我买来一直都还没有看它 那前阵子啊 我刚好听到朋友提起了这本书 我才想起来说 我自己也有 所以我就利用晚上睡前的时间 把这本结合了哲学 还有奇幻故事的小说读完了 那我认为这是一本 非常适合哲学入门的小说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纸牌的秘密》 它的作者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 他是拥有神学背景 然后他也当过文学跟哲学老师的人 他最受世人欢迎的作品叫做《苏菲的世界》 很多的人可能都已经读过了 但是他本人说他自己最喜欢的 其实是这一本《纸牌的秘密》 那么这两本书 其实他都很成功地将哲学的概念 介绍给不同年龄层的读者 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本《纸牌的秘密》 它讲的就是一名12岁的小男孩 跟他的父亲 他们一起从挪威前往希腊 去寻找他们失踪的母亲的过程 那在这个旅程当中 小男孩他发现了一本小书 小书里面记载了一个 跟扑克牌相关的神秘故事 这些扑克牌角色就象征了 不同的人性跟哲学思考 那么作者他透过两条平行的故事线 就是现实当中的旅程 还有小书里面的神秘故事 他去探讨了生命的意义 还有保持好奇心的重要性 那这本小说他读起来 就像是故事里面 你又会读到一个故事 两条线交错者前进 一层一层的揭开 纸牌真正的秘密 那么我读到最后谜底 全部揭晓的时候 我整个是起鸡皮疙瘩 因为前面的故事 他的千头万须 全部都串了起来 超级的过瘾 那这本书呢 他就是融合了哲学 还有一些童话的元素 他创造出了一个 既奇幻又深刻的故事 那让我很佩服的是说 作者他将这种深奥的哲学问题 融入在简单的故事情节当中 让我们可以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 也能够引发我们 对于生命的一些思考 那么年轻的读者 读到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像在读一本童话故事 但是成年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会发现背后更多的哲学思考 以下呢 我就试着用一个 不会爆雷的方式 就是不太提及剧情 那我就跟大家简单分享 我书里面得到的一些收获 除了公开的书籍资讯之外 我不会透露任何的剧情 那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我自己获得的一些收获 但是呢 我希望这个不会影响到你 亲自阅读这本小说的乐趣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第一件事情 叫做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张小丑牌 因为在这个小书本的神秘故事里面 在某个小岛上面 有两个落难的水手 他们身边有53个奇妙的纸牌人物 包含了扑克牌四种花色的52张牌 每一个花色都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 他们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 另外第53张一张独特的牌 叫做小丑牌 书本里面就这样写 小丑跟其他的人完全不同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聪明傻子 他不是梅花 也不是方块 他也不是红星或黑桃 他既不是八 也不是九 他不是国王 也不是杰克 他是一个局外人 他和其他的花色的扑克牌被摆在一起 可是他不是里面的一份子 即使有人把他抽走了 也不会有人记得他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小丑就像是一个扛官者的角色 那一些别人看不清楚的事情 他反而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说 生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奥秘 所以他永远会有问不完的问题 作者就试着用小丑来象征那些 与众不同 但是又拥有特殊视角的人 书里面有一段话提醒我们每个人 在人生的这场纸牌游戏里面 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小丑牌 可是呢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慢慢的变成了红星 方块 梅花 和黑桃 不过呢 这个不代表我们内心的小丑牌 从此完全不见哦 因为在人生的每一场牌局里面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看看 扑克牌的表面 无论是方块 还是红星 底下或许都还潜藏着一个旁观的小丑牌 或许你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也的确啦 我自己认为说 我们人类身为一种群体动物 本来就要一起面对很多的生存挑战 这个就让我们必须成为一张各司其职的纸牌 可是呢 这个就正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我们同时也是一位旁观者 可以从群体当中抽离出来 去思考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意义 那么再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重点就是 我觉得不要对这个世界感到习以为常 因为在小男孩跟爸爸的对话当中 他们提到像是人类在小的时候 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新鲜 很多东西都不懂 可是当你长大成人之后 随着自己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你却会觉得 这个世界好像变得有点无聊了 爸爸就很巧妙地透过一些故事跟对话 去引起了小男孩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小男孩他最后就体悟到了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场奇妙的探险之旅 但是很多的人会觉得 这个世界一点也不稀奇 所以呢 就不时地会往外寻找稀奇古怪的东西 比如说找天使 比如说找火星人 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 其实充满了奥秘 然而充满好奇心跟喜欢提问 就正好是小丑牌跟其他扑克牌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的扑克牌是日复一日的过着一样生活 他从来不会去思考说 自己到底是谁 到底从哪里而来 只有小丑牌最奇怪 他常常会向别人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别人看起来 小丑真的是一个怪人 怎么什么东西都不懂啊 其实呢 你愿意承认自己不懂 愿意继续发问 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就很像书本里面有想一句话 我在读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全身发码 因为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他说 当你发觉到自己有事情不懂 那么你正在往什么都懂的道路迈进 所以呢 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而是接受自己 有很多东西想要发问 想要学习 那么对于大人来说 这个世界其实永远不会变老 变老的是我们 当我们去保持这种童真 还有好奇心 会让我们更能够深刻的体会这个世界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生命 跟周遭的世界当成理所当然 所以就是下一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生命的存在的本身 就是一种奇迹 因为书本里面反复在强调说 其实生命本身就是奇迹 他呼吁我们 不要对你现在的存在 视而不见 这本书里面的说法 更是让我耳目一新 因为以前的我可能会想说 我是在几亿个精子里面的 那个领跑者 我是那个脱颖而出的幸运额 就是几亿分之一嘛 这个几率其实已经很低了吧 其实呢 我们远远的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更幸运的太多太多 听听看这本书里面是怎么说的 这个小男孩的爸爸 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 他们就提到一句话 其实以前人类史上 曾经爆发过很严重的瘟疫 叫做黑死病 那个时候对小孩子的冲击 真的是非常大 因为很多家庭是全部死光了 顶多剩下一两个人幸存下来 他就对小孩子这么说 他说 你的历代祖先一个也没死 并且平安长大的几率是几十亿分之一 这个不只是黑死病的问题 像是过去曾经发生过很多严重的天灾 孩童的死亡率是高得吓人的 但是即使如此 你的祖先还是全部都熬过来了 长大成人之后生下小孩 当然 你的祖先他们免不了大病一场 可是他们还是全部都活下来了 你跟死神擦身而过的次数数不清啊 你在地球的生命一直饱受威胁 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我想说 哇 没错 我的每一个祖先都是超级幸运儿 每个都超级幸运的存活下来 才会有今天的我 那么小男孩的爸爸就继续跟他说 严格来讲 你一直在和自己作战 和机运作战 为了百年后的自己能够顺利诞生而战 每一回只要有一支箭从空中飞过 你的出生几率就会大幅减低 可是你现在还是坐在这里和我说话啊 所以你可以想想 你现在还是在这边听我说话啊 所以感叹的是 我们经常对生命当中的奇迹感到麻木 觉得很多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只要我们可以仔细想想 光是我们本身的存在 它就是一种奇迹 我们怎么会有理由 不好好把握这次的生命呢 所以最后就要跟大家分享第四个重点 关于生命当中的各种体验 书本里面有一句话 它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去体验当下的重要性 它说 我觉得好可惜哦 活着的感觉如此美妙 人们却淡忘了这种感觉 我们把生命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 习以为常 我们忘了活着是什么感觉 直到我们的身体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我们才会猛然想到 原来我们曾经活过 那么感受生活的这个每一个瞬间 无论是酸甜苦辣 它其实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不需要特别去抗拒某一种感受 因为当我们感到困难 或是感到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想想看 你那些已经去世的亲友们 如果他们有机会来跟你交换的话 他们愿意付出哪些代价 来重新感受你现在的这些生命体验呢 或许他们愿意付出所有的一切来跟我们交换 但是却再也无法成真 那么小男孩的爸爸在书里面 他引用了柏拉图的理行的世界的概念 理是理想的理 然后行是模型的行 理行世界 他说小孩子在准备堆沙子城堡之前 心目中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城堡形象 那么你很想要把这个某个东西画下来 或是做出来的时候 可是一旦弄出来了 却怎么看都不对劲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一世再世 坚持不放弃 这个是因为你努力用双手 把你理行世界里面的东西 把它具体再现出来 但是再怎么做 你其实都永远无法复制出你心中的形象 也就是说啊 我们心中对于某件事物的影像 虽然没有办法完整的重现 但是那个形象一直在那里 它不会随着时间消散 那么小男孩的爸爸他就解释说 我们脑中的影像全部都来自理行的世界 那里才是我们的居所 而地球这片沙坑不是我们的居所 因为时间会一一夺走我们心爱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过去 沙子城堡会被海水冲垮 再坚固的城池都会化为尘埃 现实当中的一切 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建筑物 最后都会消失 只有理行世界当中的概念跟影像是永恒的 那这个爸爸他就继续说了 我们的身体最终会和沙坑里面的城堡 没有两样 这个也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是时间没有办法夺走的 因为它不属于这里 我们必须细心地观察万事万物 如何运动跟变化 看出背后的玄机 这样子你就会知道一切不过是假象 那么我想说或许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体验 包含那些愉快跟痛苦的时光 那些充满了酸甜苦辣的回忆还有想象 都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相 这本书也会提醒我们 透过观察跟体验 去认识还有追求那些超越时间的永恒真理 总结来说呢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也非常推荐 《纸牌的秘密》这本书 因为它用两段平行的故事前后呼应 而且欢欢相扣 一旦你开始读 你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快点解开 故事背后的秘密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在你试着解开这个谜团的同时 又会引发很多你深入的思考 因为他们的对话实在是太有趣太有意思了 背后真的有很多富含了哲学思考的问题 那么书里面有写一句话 他说小丑他一直活在这个世界 世界就是一场大型的单人纸牌游戏 每个人都是一张牌 即便人们看不清全部的真相 但是小丑始终相信 有一天总有人会睁开眼睛 那么我自己也相信 作者他一定是很由衷的希望者 他可以透过这本书 让更多的人愿意睁开眼睛 看看这个充满不可思议的世界 那么最后就用书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来做个总结 他说能够看穿命运的人 也必须熬过命运的考验 其实当我们拥有对于这个命运的理解 是一回事啦 而我们能够面对跟克服命运带来的挑战 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掌握命运的人 他不只是那一些可以看穿命运的人 而是能够熬过命运考验跟煎熬跟折磨 并且在困境当中不断成长跟前进的人 推荐这本纸牌的秘密给大家 那么OK 节目到这边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你拥有高敏感的特质吗 高敏感的族群内心世界 常常会被人家误解 欢迎前往另外一本说书 高敏感是种天赋 这本书会带你深入的了解 高敏感人独特而且敏感的灵魂 并且教会你如何善用这项天赋 优优独特偶像 明镇感对真的笨為恏� 持络独特 黄类一 hydrated 前身教会你体会 特